最近热播的白夜追凶,占不少人对潘月明刮目相看,一向呈现在影评上的一面小声演绎起高志行警来,一人分饰两脚的精分演技实力宣粉,虽然这一高分剧已经完结, 但潘月明和潘月暗却双开挂上线,来到由搜狐视频出品的国内首当搭车社交观察类音乐类节目搭车卡拉秀,万万没想到的是,高冷高质高颜值的精分潘,竟然是个偏爱插科打混,专业报金剧的冷梗王,自从潘月明变身为精分潘,许多网友表示,有潘月明的地方就是精分现场,果不其然, 即使是第一次录制搭车卡拉秀这样一档搭车社交观察类节目,潘月明还是淡定有余,分分钟开启精分模式,被问及有没有被剧里的角色所影响,潘月明一本正经的表示应该不会,谁知坏风一转, 我今天是让弟弟来干这个活的,所以哥哥在家做饭呢,让主持人徐乐同一脸懵圈,哭笑不得,遇上不知所以的迷媚好奇询问,我们需要做什么? 潘老师直接来了句你需要坐车,如此冷耿一出,让怀托妹子瞬间实话,幸好潘老师有画画这一绝技加持,喜欢水墨画的他拿起纸笔认真作画的样子,为自己加分不少,连徐乐同都忍不住称赞是个安静的美男子, 却不料安静的美男子,说起话来却又是让人猝不及防,你老说实话,我有点受不了,接下来的金剧评出,时不时的耍宝搞怪,更是让徐乐同直呼,你是上帝派来玩我的吧,因为炸烈是演技,潘月明红透全网,迎来出道以来最高光的时期,也从偶像派小生成功转型,为实力派高演技大叔, 然而回首自己还是小鲜肉的时候,他也坦言,没有珍惜好剧本,所以现在后悔了,并嘱咐年轻演员要多磨练,现在市场那么好,机会那么好,那如果说自己没有把握好的话,以后自己会后悔,而说到哪一部戏让自己觉得遗憾最多,潘月明纸严实白舌转,究竟为何会留下遗憾,令人好奇心爆棚, 最近热播的白夜追凶,让不少人对潘月明刮目相看,一向呈现在影评上的一面小生演绎起高制刑警来,一人分饰两脚的精分演技实力宣粉,虽然这一高分剧已经完结,但潘月明和潘月暗却双开挂上线,来到由搜狐视频出品的国内首当,搭车社交观察类音乐类 节目搭车卡拉秀,万万没想到的是,高冷高至高颜值的精分潘,竟然是个偏爱插科打混,专业抱金剧的冷梗王,自从潘月明变身为精分潘,许多网友表示,有潘月明的地方就是精分现场,果不其然,即使是第一次录制搭车卡拉秀,这样一档搭车社交观察类节目, 潘月明还是淡定有余,分分钟开启精分模式,被问及有没有被剧里的角色所影响,潘月明一本正经的表示应该不会,谁知话锋一转,我今天是让弟弟来干这个活的,所以哥哥在家做饭呢,让主持人徐乐同一脸懵圈,哭笑不得,遇上不知所以的迷媚好奇询问,我们需要做什么? 派老师直接来了句你需要坐车,如此冷耿一出,让怀托妹子瞬间识话,幸好派老师有画画这一绝技加持,喜欢水墨画的他拿起纸笔认真作画的样子,为自己加分不少,连徐乐同都忍不住称赞是个安静的美男子,却不料安静的美男子,说起话来却又是让人猝不及防,你老说实话,我有点受不了, 接下来的京剧评出,时不时的耍宝搞怪,更是让徐乐同直呼,你是上帝派来玩我的吧,因为炸烈是演技,拍热明红透玄网,迎来出道以来最高光的时期,也从偶像派小生成功转型,为实力派高演技大叔,然而回首自己还是小鲜肉的时候,他也坦言,没有珍惜好剧本,所以 感谢了